天赋能力一栏缓缓模糊消失 然后很快显示出新的字样 超级自愈 你的个体能够在受伤后 极大速度地恢复伤势 这个能力 张荣芳微微醋眉 他已经有了鲜血十足的完全体 恢复速度 只要天地间精气不绝 他便能重塑身躯 在这种状态下 这个能力明显重复了 石仙落在这项能力上 一股股详细信息涌入他的脑海 这个超级自愈 似乎是某种一系列能力天赋中的其中之一 不对 如果是进入太渊 没有天地精气补充自己 这个能力还真有大用 仔细体会了一下新的天赋能力 张荣芳伸手在自己手臂上一滑 顿时一道血口浮现而出 但很快 血口几乎是眨眼间便自动愈合 没有消耗精血 可惜啊 这次的天赋不能直接提升完整实力 算是多了一项保命能力 他心中有些惋惜 但属性点加在生命值上 本身对他的鲜血十足完全体也有增强 想到这里 张荣芳芳抛开心血闭幕 准备呼唤白铃进入太渊 然后转入太渊 大地之上有很多进入太渊的隐秘通道 但最安全的莫过于白铃这边 只是当他正准备通过背后血连远程召唤时 呼的直觉警示开始闪烁 直觉警示 你的精神本质已发生质变 进入太渊后将可能引发未知现象 张荣芳一愣 他之前才进去过 怎么现在再进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他仔细一点点地查看自己所有的属性栏 面色微微凝重 如果说之前进入和现在进入 前后两次最大的区别 便是在新获得的这个能力上 属性栏中 新产生的那个超级自愈能力 正闪耀着细微的黑紫微光 他事先落在其上 后方竟然一下拉出了三种不同分支的树叉 这些树叉末端每一个都是灰色 暗淡无光 显然都没点亮 而三个分支从上到下分别是 第一 最终究极生物 第二 上古凶兽九鹰 第三 尘世巨蟒 耶梦加德 从上往下 后面还标记了成功率和适配度 最上面的最简单 适配度最高 其次是九鹰 然后是耶梦加德 这是和当初鲜血始祖一样的起始能力啊 张荣芳看着这三条分支精神一振 除开第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之外 其余两个都是极其夸张的强悍存在 是神话中吞天弑地的超级怪物 他注视着这三条分支 耶梦加德的路线确实很诱人 但后面那一串串密密麻麻的各种能力组合 看得他有点眼晕了 那至少三位数的各种能力 若是要他慢慢组合 不知道要需耗多少时间 反倒是第一个最终究极生物 不少能力天赋是和鲜血始祖重叠的 比如钢铁皮肤天生俱利 之后只需要再获取十几个天赋能力 便能顺利组成新的血统 暂时先不选择 关闭属性栏 张荣芳思索了一下 他轻声心中呼喊 白铃 白铃叮嘱着 来了来了 又要进太渊是吧 你自己悠着点 最近月神在太渊内到处移动搜寻 也不知道在找什么 若是遇到他就麻烦了 张荣芳沉声回答 没关系 我只是进去试试 太渊的空间不小 他要测试 如果自己从白铃这边进入 月神是否会随时随地地发现 这干系到他之后的安排和布局 白铃叮嘱 那好 你一定要小心啊 一旦发现不对 马上撤回 他现在已经和张荣芳绑在一起了 若是张荣芳出事 他现在出卖了那么多的神佛 回头必定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张荣芳微微点头 嗯 开吧 话音刚落 一团灰白色的圆形洞口 顿时在他身前缓缓张开 洞口内有无数白雾旋转成漩涡 张荣芳往前一步踏出 进入雾气 穿过一条彩色旋转通道 他骤然出现在白铃太虚的高空处 下方白铃正仰头朝他点头 挥手一指 顿时 张荣芳的下方又多出一道灰白拱门 刷他一下 他笔直往下坠落 正好掉入拱门中 眼前瞬间变黑 周围转眼化为一片灰黑 有白色雾气在深渊中缓缓飘动 这里已经是太冤了 张荣芳站在白铃太虚之门外 左右看看身影一展 往左冲出通道 这一次和之前几次似乎完全不同 他在冲出白铃平台时 身体闪耀出淡淡的透明灰光 这灰光中 似乎有某种莫名的 不知名的声音缓缓响起 就像很多很多人在祈祷吟唱 张荣芳眉头一蹴 看向自己的属性来 但上面没有任何提示 此时他身上的灰光渐渐消散 仿佛一开始压根就不存在 仔细检查了一下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张荣芳压下心中的疑惑 检视起周围情况 看来月身没办法随时监控我的动向 那么 倒是可以往上探索一二 他背后浮衣一展 腾空而起 沿着石壁飞快往上攀爬 白林现在的平台已经是在第七层 出来后 只要往上冲过一层 便能再度进入灵飞天和月神所在的第五层 速度不断飙升下 一层无形阁膜 不断被张荣芳一冲而过 周围的太渊景色 也从到处是破旧普通的小平台 渐渐变成了修建更大 装修更华丽的神佛通道 很快 第五层隔膜陡然一顿 让张荣芳的速度猛地下降下来 他减缓速度环顾四周 两面太渊岩壁 从左右两侧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 其中零零散散地坐落着几座体积庞大 宛如一座座小城镇的精致神佛平台 不多时 张荣芳远远眺望道 远处雾气中 隐约有淡淡的紫光不断地闪耀 除此之外再无动静 月神果然不在 他心中猜测 但也没有停留 而是继续往上震翅冲去 为了避免自动离开太渊 他每隔一段距离 便会接触一下岩壁 一路往上飞行 呼得前方一阵模糊扭曲 有无数灰白雾气 凝聚成一片巨大的白墙 死死挡在他更上一层的去路 张荣芳缓缓停下 身上的血水化为触须挂在岩壁上 仰头望着这片模糊的雾气 他伸出手 轻轻抚摸那白气凝聚的墙体 入手清凉坚硬 像是某种光滑的动物鳞甲 倒要试试 我现在能不能继续突破 他如今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此时最巅峰的状态 没有迟疑 他猛然往上一冲 身体破开雾气 仿佛一下失去了 刷的一下 雾气消散 眼前一下豁然开朗 张荣芳忽的感觉 自己仿佛进入了某种极其粘稠的胶质内 他的一举一动都变得相当的困难 眼前依旧是灰暗空旷的太渊岩壁 张荣芳继续往上冲 雾气变得渐渐淡化消失 终于 又过了他眼前豁然开朗 太渊的两边岩壁上 层层叠叠地坐落着一片片各色建筑通道 只是这些建筑通道相当的破旧 看上去毫无人烟 张荣芳被空气中的胶质阻碍 速度大减 但还是轻轻落在了最近的一处神佛平台上 平台外侧通道入口的右边 墙面上正刻着一行字迹 神经交互平台 第146区 同样是用的索文 张荣芳一看便懂 只是 神经交互平台 这个明显应该是神佛平台的建筑 居然标记了这么一个名字 他沉默了一下 这名字 让他想起来上辈子的某些研究所的形象 看了一眼地上乱七八糟的深深划痕 显然有什么特殊的家伙 已经从这里离开出去了 他往前 一步步走进这条通道平台 地面通道墙壁 全是各式各样的深深划痕 很快 穿过阴暗的通道 他站到了应该属于太虚之门的位置 凝视这扇门飞 门上刻着细小的工整文字 交互区切换 他伸出手轻轻一推 太虚之门轻而易举便被推开 露出里面一片幽暗的空旷大厅 大厅内不是自成一介的神佛太虚 而是一棵巨大的 高达十多米的无数管道线路组成的巨树 巨树周围是一片狼藉 摆设和纸张文件什么的随处掉落 几具白的发亮的干尸 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他们身上穿着某种特别的灰色制服长袍 张荣芳往前走近 蹲在一具尸体边上 轻轻将其翻开 尸体面部有着一只毒眼 似乎不像人类 其手里还紧握着一份灰白文件 张荣芳将文件拿起来 轻轻翻看 光照越来越强 我们不得已采取了进入太渊的规避措施 但光依旧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巨大伤害 时间过去不久 但各大聚集区的联系已经开始被大面积削弱 对精神意识脱离身躯的研究 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 有人以曾经的古代神话神奇作为命名 这简直就是个新的时代开始 张荣芳心头凛然 其实从一开始他并有些猜测 猜测这些临现神佛什么的 压根就是某种寄生的科技生命 而现在这份文件也真正证明了这一点 蒂恩切断了和外界的其他聚集地联系 他妄图成为唯一的神 他失败了 张荣芳合上最后一页 虽然这本小册子上内容不多 但其中的含义彻底吻合了 他之前对神佛的猜测 他小心在这大厅内转了几圈 完全没有找到有意识的个体存在 然后他离开这处通道 前往其余各处通道平台 通道内的太虚之门都大同小异 是链接其余聚集地的转接处 但都已经彻底失效 第四层的阻碍非常的大 就算是张荣芳单单一动搜索 速度也只能发挥原本的小半 正当他心中越发失望时 在最后一处平台通道内 太虚内的大厅中 一扇圆拱形的黑色漩涡门飞正缓缓矩立在张荣芳的眼前 黑色漩涡门飞边缘有模糊不清的银色零线浮现而又消失 似乎不知道存在了多久 他们就像忽明忽暗的灯泡快要失去效力 很明显这个漩涡门快支持不了多久了 但还好的是张荣芳在他还存在的时候找到了这里 站在门前张荣芳环顾四周 试图找到一些能给予自己提示的东西 但很可惜 周围一片狼藉 只有散乱断裂的某些管道 他往前了两步蹲下身 在这扇门前的地上发现了两道很沉重的拖液痕迹 似乎是有什么很重的东西被拖了进去 进去还是不进去呢 这是个问题 他不清楚里面有什么 但线索就在眼前 呼的一下 呼的张荣芳一把抓住自己的左臂狠狠一把 鲜血控制的配合 加上他自身故意放松肌肉 左臂顿时被硬生生拔了下来 伤口处迅速覆盖上一层血膜 止住流血 他将手臂往地上一扔 然后双手理了理身上的各种杂物 呼的张荣芳一愣 他看了看自己左手断臂处 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居然已经长出了一条新的手臂 而且没有消耗任何精血 要知道 他的血足十足恢复力虽强 但也是要消耗大量精血才能再生躯体的 毕竟他的躯体强度极高 密度也极大 想要完全恢复需要损耗也极多 但现在 这就是超级自愈 他之前无法理解什么叫极大的增强自愈能力 现在看来 这能力当真变态 看着地上丢下的断臂 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 他可以随时将意识转移到那条手臂上 然后依靠那条手臂迅速再生 现在好了 张荣芳抬头看向那黑色漩涡门 当即一步跨出 进入其中 眼前瞬间一黑 然后浑身上下一股刺痛迅速涌来 扑通一下 他跪倒在地 浑身肌肉仿佛抽搐一般不断地收缩 这种浑身抽筋的痛楚 就算是张荣芳也一时半会儿没能反应过来 他双眼发黑 趴在地上大口喘息着 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缓和过来 等势力恢复了一些 他环顾四周 这里是个圆环形的大厅 地面 墙壁 天花板 全部都包了一层暗红色血膜 看上去异常的怪异 这些血膜还在不断地蠕动 表面还分泌出细密的某种粘稠液体 张荣芳站起身 看了看自己手背身上 他皮肤表层 被刚才那扇门切割得满是血痕伤口 以他的身体强度 居然都扛不住那门的伤害 他怀疑 这扇门要想进入 本身就必须要穿戴很多的防护装备 否则谁进来一次都得脱层皮 当然也不排除曾经在这里工作的人 拥有某种资格可以豁免这种伤害 毕竟他相当于硬生生的挤进门 抬起脚他能感觉到这里的空间里 充斥着比外面更强的阻碍力 空气里仿佛填满了看不见的胶质 一举一动都得花费更多的力量 好在对他而言 这种影响并不算什么 一步一步 张荣芳小心观察着周围动静 先朝着正前方的一处 看上去很像操纵台的位置走去 走到操纵台前 上面和他想象的场景完全不同 不是一堆按钮操纵杆 而是一颗不断跳动着的 类似心脏一样的东西 那东西足足有人头大小 周身连接着大量血管软骨和血膜 整个操纵台上就只有他占据了 这 这是什么玩意儿 张荣芳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他左右扫视了一下 很快 在右侧的操纵台一角 发现了一副简单示意图 只是 这示意图有点 他沉默了一下 很快寻着示意图 找到了操纵台心脏上的一个圆形小洞 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都走到这个份上了 不弄清楚一切真相 他自己也不甘心呢 伸出手 他猛然对准自己眼睛一挖 扑斥一声 他的左眼被硬生生抠了出来 然后塞进操纵台上那个黑色的小圆洞 咔嚓一下 马上一声轻响中 操纵台心脏的跳动开始飞快地加速 扑通的跳动声不断传遍整个环撞大厅 跳动声越来越急 越来越快 猛然间 跳动完全停止下来 操纵台的右侧墙壁上 缓缓鼓起一个黑红色的脓包 哗啦一声 脓包炸裂 里面各种粘液血水洒了一地 但脓包内也有一个圆环手镯一样的东西露出来 挂在墙壁上 张荣芳摸了摸自己刚长出来的眼珠 走过去伸手捏住那圆环 往外一拔 轻轻便将其拔了出来 他将圆环拿在手中时 顿时 刚才掉落在地上的大片血污浓液 自动在地上汇聚成一个椭圆形的水洼 水洼中开始浮现一行行的所闻文字 检视完毕 可联系二三五七七二交互区 其余分区暂无回应 张荣芳拿着圆环 看了看这圆环的材质 这东西似乎是有某种骨骼包着的皮肤制成 看上去不像个道具 更像是一圈切割出来的某种动物血肉 那么该怎么联系其他分区呢 他看着地上的显示字样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他伸出手 试着用圆环碰了碰水洼里的字样 一阵波纹后 字样缓缓地模糊消失了 而整个大厅的天花板 呼得缓缓亮起红光 尝试链接中 水洼中再度浮现一行所闻 链接成功 很快 新的字样显示 235号交互区已链接完成 现在可以语音交流 语音交流 张荣芳眉头微醋 这里的一切无一不显露出极强的科技水准 可就这样的层面 居然只能做到语音联系 很快 一阵细微的嘶嘶声传来 然后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声 这里是235区流言 很抱歉 我们的神也疯了 外出的次数太多 神复苏次数太多 会对意识精神造成永久性损伤 接下来如果不出意外 我们打算先立完全自主的内循环神方系统 如果成功 一切安好 你将无法听到这段录音 如果失败 那么这里的流言照常进行 外出神佛复苏 张荣芳敏锐地抓住关键词 很早很早以前他就感觉 所谓神佛的存在零线 和他上辈子所说的纳米机器人 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现在看来 神佛的存在似乎有着很深的前提 他又试着去碰了碰 另一个交互区772的数字 很快又是一阵红光闪烁 新的声音再度响起 这里是772留言 很高兴你能联系我们 上周我们举行了特别的测试活动 对欣摩你的集中武功 有了全新的修正 如果你们的交互区 也有新的灵感想法 可以随时欢迎和我们交流 声音戛然而止 这段话中的信息非常多 武功 这些人居然也在研究武功 武功是索文翻译的字样 但实际上具体在索文里是什么意思 张荣芳也不清楚 但从这两段留言 以及之前的诸多探索线索来看 一个有些奇妙的怪异文明轮廓 渐渐浮现在他脑海里 接下来他拿着圆环在这大厅里转悠了好几圈 再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 于是便回到那黑色漩涡的门前 重新跨步出去 这一次 黑门就如同清风拂面一般 没有对他造成任何的伤害 有意思 看来这东西还是个身份证明 张荣芳拿起那圆环 索性将其戴在自己手腕上 收回断臂 走出交互区的大门 他又回到之前那个类似 神佛平台的通道中 月神还是没有踪影 很显然 在这里太渊实在是太大了 不可能他每时每刻都能监控到任何动静 走出通道 站在出口处 张荣芳看着周围破败的其他平台 心中呼得有种莫名的奇怪感觉 从现在的信息来看 外界极其危险 月神也说过 天光者是死了很多人后 其中极少数的幸存者 所以这些人为了躲避外界天光 打造了各种交互区 而交互区之间 都能通过一定手段相互联系 交互区中 神佛似乎是他们制造出来 用来外出探索的个体 而且他们也流行着各种武道 这点是以前没能注意的 看来 关于第五层以上的这些神秘人 还得继续积累情报 他不再停留 张开扶翼往下一扑 闭目 顿时整个人在半空中一下模糊 迅速变透明 消失在空中 就在他离开之后不久 整个第四层缓缓 弥散出更多的白雾 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 从各个废弃的交互区平台内传出 三月 各大教派的拜神 基本在人仙观和逆时会的追击下 损失殆尽 特别是人仙观天生克制拜神凌落 稍不注意便是一击必杀 整个大陵的拜神数量正在飞快地缩减 太渊中的神佛们不敢败退 四处组织反抗军 试图抵挡血红阁和人仙观 但都一败涂地 有逆时会的几个手持魔兵的顶尖高手在 这类准备不足的将神 根本无法撼动如今的大局 这便是张荣芳解决掉所有教派临将后导致的局面 解决临将后 他也回归人仙观继续浸泡血池 加速属性点的获取 实际上 血池的浸泡必须一整天都不做其他的事 虽然属性点积攒很快 但极其无聊 索性张荣芳便开始尝试着和身上的血神月女交流 同时 他也吩咐金池楼随时盯着月神感应门那边的情况 虽然确定了互不干扰 但自从他去了第四层太渊后 便对这些神佛和外界有了极浓的兴趣 并且天目收缩是否是真的 还 忽然人仙洞内 一道红颖急尺而至 单膝跪地 感应门高手于福省东西衙 伏击凌人贵族车队 车队内无一火口 血池内 一个低沉朦胧的声音慢慢飘出来 这是第几起了 血忆高手低头回复 按照记录是第五起 根据贯主吩咐我们核对到这家灵人贵族车队表面只是普通贵族 实际上却是大都当年灵人大贵族的一员 张荣芳吩咐 你下去吧 是 来人红颖一闪消失在原地 血池内张荣芳闭目思索着 看来我一旦不理会 他的进度也加快了不少 白灵疑惑地说 月神到底在做什么 他明显不清楚其中缘由 张荣芳简单给他解释了一遍 收集灵液 掠夺灵飞天积累多年的庞大力量 白灵建议道 既然他也说了互不干扰 那我们也别去理会他就是了 能不打架不就是最好了 就怕人无伤虎意 虎有害人心 张荣芳回想起太渊第四层的所见所闻 他妇幼问道 对了 你去打听过没 天目到底是否真的在收缩 白灵回答 我认识的几个神佛都说没注意 不过要想验证这点 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去测量各地的峡谷 裂缝 山脉 他们的宽度应该会随着天目的缩小 而不断缩小 只要多测量几年 应该就能得出结论 张荣芳文言摇摇头 好办法 但是太慢了 作为现代人 他何尝没有想到过这个办法 但月神马上就要集齐灵意 他需要的是短时间内证实的办法 白灵无奈 那就没办法了 其实就算你证实了又如何 月神是等了太久迫不及待 但你还年轻 如果真按照他说的还有五十年出现灾难 那你也有足够的时间尝试解决 张荣芳自然也明白这个理 说的也是 只是 别想太多了 白灵认真地说 好好过好每一天才是硬道理 你不是还要去找天女成亲吗 是啊 我还要找 张荣芳反应过来 我什么时候说要找天女成亲了 白灵打了个哈哈 你五天前睡着的时候说的 张荣芳木然地说 我已经十天没睡过觉了 哎呀 反正就是这么个理 他月神想要冲出去那是他的事 你瞎操什么心啊 我怕他死在外面 到时候老月可就跟着他一起死了 这话才是张荣芳的真心话 白灵认真地说 我就喜欢你这点 重情重义 可担心也没办法呀 他收集灵验的速度太快了 你时间根本不够 而且你查到的情报显示 他收集了六家 但实际上 你的情报网不可能查到所有的细节 所以现在月神极有可能 大大超出了你查到的进度 话语刚落 哭得一阵无法形容的悸动 同时在张荣芳和白灵的心中生疼而起 万灵忽 一阵低沉的仿佛无数人的呢喃在脑海响起 能不成 两人同时心中一礼 进太渊 张荣芳一跃而起 冲出血池 头顶上自动张开一圈灰白圆洞 他扔掉一根手臂冲入圆洞 太虚中 他身前浮现太虚之门 冲出太虚之门 他眼前赫然已是太渊的幽暗景象 一个剑步冲出通道 抬头往上望去 上方隐约有一点光亮若隐若现 张荣芳没有迟疑往上震动双翼飞向那光亮处 以他的高速很快便穿过第六层进入第五层 到了第五层 那光亮明显要刺目多了 就算相隔甚远 远望过去 也能看到那座代表灵飞天的蓝色水晶神殿 正通体散发着璀璨的蓝光 张荣芳迅速正式靠近 停在灵飞天入口外的一处岩壁上 你来了 月神的声音四男四女 直接传入他的耳中 你成功了 张荣芳也没想到对方会这么快 月神的语气里充满了期待和息迹 是的 所有的灵印都收集成功 我已经获取了所有的灵飞天积累 接下来 我将离开这片大地 去往那无限自由的故乡 你就没想过外界当真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张荣芳不进入灵飞天 都能感觉到其中辐射出来的庞大柔和力量 那是一种类似轻柔的风的特殊立场 他尝试往前移动 但根本无法做到 只要他往前一点 那股轻柔的力量便会瞬间变得坚硬无比 挡住他的去路 月神回答 我当然想过 所以我夺取灵飞天力量 就是为了之后做准备 月神继续说 其实原本我以为你会在我收集灵飞时各种阻碍我 没想到你真的说到做到 真的没有任何干扰 所以我邀请你一起见证着历史的一刻 张荣芳默然了一下 出声说 你走下能不能把月师还给我 月神顿时发出一阵震碍欲聋的笑声 他即是我 我即是他 他的一切都是我编织出的虚假 就算他出来又能如何 一直活在虚假中吗 他的存在从根本就没有意义 张荣芳继续说 那你出去后 记得保重自己 别死了 他知道自己阻止不了对方 月神搜集灵印的速度太快了 如今的他获取灵飞天的力量积累 要想杀自己这具身躯 恐怕费不了多少劲 如今大局已定 他还是慢了 月神语气里带着无比的自信 我不会死 我之力量 此时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巅峰层次 如果连这样的我都死了 那么外面的一切 或许根本就不是故乡 而是地狱 张荣芳回想起之前探查到的内容 或许真的是地狱 好了 别说丧气话了 我已经经过多年探索 计算出了天幕中最薄弱的一个位置 走吧 月神站在灵飞天神殿的中心 轻轻一挥手 顿时 他和张荣芳一起消失在太原内 等再出现 两人已经到了一处荒凉的金色沙漠中 阳光毒辣灼热 沙尘被狂风吹起 隐隐遮挡远处的景色 月神此时正站在张荣芳的身前 他依旧是月德文的外形 但身姿挺拔了许多 头顶上隐隐多出了一对白玉鹿角 这是以前所没看到过的 张荣芳从那对鹿角上 感受到了强烈的刺目感 就像普通人去注视太阳 明明那鹿角不是什么刺目的东西 却给他一种双眼 月神微微叹息 可惜 如此历史性的一刻 见证者却只有你一个 张荣芳回答 如果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记得回来 月神回头看了他一眼 倒是有趣 你身上已经有了浅浅的我们的特质 如果你愿意 可以去天幕 采集黑色灵线融入自身 成为神佛的一员 张荣芳这才了然 灵线原来都是源自天幕吗 月神似乎是临近梦想就要实现 心情似乎非常好 是啊 你记得就好 人的寿命终究有限 而神佛无影 就算天幕收缩 所有人都死了 神佛也能离开天幕 前往外界 而普通人 先不说能不能飞上那么高的天空 就算飞上去 黑色灵线具备的反应机制 也会攻击和吞噬所有非同类 张荣芳点头 受教了 你小子可是很难露出这般谦虚之色 月神面色的笑容忽的一致 刚才这句话的语气 他几乎是习惯的本能说出口 可说出口后才发现 这是月德文的语气 而非他月神的 他面色平息下来 笑容收敛 抬头望向天空 走吧 他单手一抬 属于灵飞天的柔和力量 顿时环绕在两人身旁 将他们拖起 朝着天空飞去 张荣芳仰头望着天空 很快 两人穿过云层 穿过大气 穿过那片淡蓝色光运 来到剑层 剑层上方则依旧是 不断蠕动的漆黑天幕 月神没有停留 而是继续往上飞 张荣芳跟随在他的身侧 看着他脸上眼里的期待 几乎快要满意出来 很快 两人距离天幕 只有二三十米 月神看了一眼张荣芳 你就在这里吧 记住这个距离 再往前 你会受到天幕袭击 他本能地叮嘱一句 张荣芳呼地回了一句 知道了 世尊 月神正要回话 却忽然愣住了 定定地看着他 眼神中神色不断地变化 就如张荣芳所言 月德文上百年的记忆经历 虽然身份是虚假 但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的 记忆的融入 哪有那么简单就能驱除啊 确实 他月神就是月德文 但月德文本身也是他的一部分 不可能不反过来造成影响 月神回了一句 我不是你世尊 张荣芳没有回话 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他 两人在天幕前一时间没有了言语 十几息后 月神怅然一笑 算了 不和你计较了 看好了 他扭头看向天幕 猛地往上 一头朝着蠕动的黑色天幕撞去 奇怪的是 那天幕似乎感应到了他的接近 似乎停止蠕动 然后内线 撕拉一下 裂开一条黑色口子 那口子深邃无比 一直延伸到看不见尽头的极深处 月神在口子面前停顿了一下 然后义无反顾地一头出入其中 他飞进去之后 身后的天幕顿时自动愈合 封闭 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 张荣芳悬浮在半空中 望着对方离开的位置 久久没有言语 月神离开后的第二天 张荣芳便浸泡在血池内 意识通过木偶调动着血液道人们 不断四处打压各大教派 没有了月神作为最大支柱 首先彻底垮掉的是感应们 这群游混子见识不妙 不少人跑来主动投成人仙观 和左寒拉关系 张荣芳也来者不惧 全部转化成五代血液 这是最底层的一代 血液在面对上一层时 会自然而然受到精血浓度的压制 在精神和意识上都有不少萎缩 这显然是血足本身的特性导致 处理掉感应门之后 就剩下那些隐藏在暗地里的真一教 或者天锁黑石等教派 张荣芳索性为了斩草除根 开始在太渊中四处寻找这些神奇的神佛平台 如今大事已了 姐姐那里也一切安定 还似乎凭借自己的关系越混越好 她也没什么好担忧的 太渊 三清太虚 飘渺朦胧的雾气在周围不断地萦绕 张荣芳扇动翅膀 静静悬浮在平台外的半空中 任由太渊风吹而不动 没想到你会主动引我过来 她目光凝视着对面神佛平台上 静静站着的一个三头长袍老人 这便是真一教的信奉神奇 道门三清神主级别的强大神佛 一开始张荣芳看到名号一样 雕像也差不多 一直以为这个三清 就是她上辈子认为的那个三清 但现在看来 乾坤子倒有 行事逼迫到如今这个地步 也怪不了我等出此下策 凡间我等能够降临的载体太小太弱 但既然你主动进入太渊 那么行事都逆转了 三清手持拐杖 三张脸上一个面无表情 一个喜气洋洋 最后一个怒发冲冠 那就试试 张荣芳对这些神佛没有半点耐心 他双翼一阵笔直地冲向对方 在太渊内 摧毁对方最好的办法是摧毁神佛平台 而非是主动进入其太虚斩杀其本体 进入太虚斩杀本体 确实能够一下将其打落一望深渊 就算神佛不死 也得复苏很多很多年才行 这种方法效果最好 但张荣芳从自己现有的力量来推断 他的话 或许可以做到直接砍烂对方的神佛平台 这方法其余人力量不足做不到 但他不同 红光飞射间 他身躯猛然变大膨胀 急剧增高 转眼间便提升到五十米之距 巨大的体型随之而来的是恐怖的重量 而且这个体型下 浮翼是会自动收缩 丧失飞行能力的 可谓是有得必有失了 曾经张荣芳不清楚太渊有多宽 但这一次 他或许能猜到具体宽度了 他此时庞大体型 基本占据了太渊五十分之一的宽度 趁着还没坠落下去 他三条手臂同时凝聚血腹 猛然朝三清平台挥去 三清双手在身前 结出一个奇异如油灯一般的手印 顿时 他的身躯也同样开始急剧膨胀 从之前的两米多 飞快拔高到二十多米 其脖子上的三颗头颅分别被拉长 仿如葫芦 看上去畸形而又怪异 此时面对张荣芳的飞扑血腹披斩 他双臂往前一推 一圈黑白太极图凭空浮现 开始吸收周围雾气 迅速凝食阻挡过去 巨腹和太极图才一接触便分出了胜负 太极图不堪重负瞬间炸碎 无数碎片血雨中 血色巨腹冲开一切阻碍 轰然落在三星的神佛平台上 吃拉一下 血腹深深地陷入平台通道外侧 一下砍出不知道多深的缝隙 三星面色大变 一声怒吓 手中不断推出一样样闪耀金光的特殊法宝 诸如神话中的金刚卓 天地玄黄塔 盘古帆 这几种法宝看上去都是金光闪闪威严精致 透射刺目的神威 但样子祸就是样子祸 张荣芳三条手臂中的另外两条 直接两斧头挥斩过去 一力降十会 所有金光瞬间崩溃 不过效果还是有 起码张荣芳的两斧头还是被抵消了 溃散化为无数血雾 三星才刚刚松了一口气 却猛地发现不对 他和张荣芳此时都是挂在自己的神佛平台上交手 此时神佛平台被砍出一条巨大的裂隙 张荣芳还用斧头挂在那裂隙摇来晃去 使得裂隙中的碎片越来越多 裂纹越来越大 他预想过 这乾坤道人的实力或许会很强 但却没料到会这么强 他呼得一声大喝 诸位还等什么 此时不上更待何时 顿时间 太渊周围 数十道模糊身影 纷纷从远处雾气中飞射而来 这些身影中 每一个散发出浓烈的神威威压 但在这时 他们身上的神威都随着接近张荣芳 而迅速收束起来 既然神威散发无用 那便收敛一切力量消耗 全力爆发 打出自己最强大的一击 这些模糊身影飞快地接近 渐渐变得清晰 其中当头的赫然便是白石教的一个 手持白金权杖的无面人 这是白石教神主上帝 当然 和张荣芳上辈子听说的 圣经中的上帝相差甚远 但此时在一群神佛中 他的存在感也是最强的 叫出逆贼 一群神佛宛如飞虫一般 环绕张荣芳不断地转动 一道道各色光芒 从他们的身上迸发出来 仔细看 那光芒中隐隐包含着各种花纹符号 甚至一些干脆便是各种 龙蛇猛禽法宝形态 冰冷 炽热 迟缓 压抑腐蚀 等等各式各样的神威效果宛如烟火一般 砸落在张荣芳的身上 但所有这些神威效果都在其体表上冒出道道白雾 那是鲜血和神威相互侵蚀抵消造成的异象 其中最强的几道神主攻击 击破了鲜血皮肤屏障 刺入了张荣芳肌肉骨骼 但在这几道攻击被侵蚀消散的瞬间起 被他们打伤的伤口便急速蠕动自行修复 就如时间倒流一般极其的诡异 三青道人三颗头颅同时眉心亮起金光 其头顶分别浮现三朵金莲旋转着飞上半空 三朵金莲尽数爆炸 释放出无数的金色光点 奇异的是 这些金色光点散落下来 触碰到张荣芳庞大的皮肤表层 瞬间便将其侵蚀分解 海量的金光光点如雨点般落下 将下方的张荣芳完全覆盖在内 周围诸多神佛不断地膨胀变大 恢复原本的体型 从各个角度束缚住张荣芳 让其无法动态 快 杀了他 太渊内 一群体型至少二三十米的神佛 在神威攻势无效后 便干脆上去亲手用力控制张荣芳 远远望去 就像一群穿着奇形怪状的肌肉小孩 横七竖八抱在一个巨大成年壮汉的身上 无论是四肢还是躯干 甚至是头部三条手臂 都被抱得严严实实 看上去颇为辣眼睛 太多的神佛合力 就算是张荣芳也一时间没法挣脱 只能硬生生地硬扛三倾的金光弓势 他的身躯飞速分解着 从头部开始一直到躯干到双腿 随着时间推移 他全部的躯体只剩脚后跟一点点皮肉 在最后一点金光落下后 这一点皮肉也彻底消散 化为无形气体 完全消失 到此时 金光也终于坚持不住 被气喘吁吁 面色惨白的三星挥手散去 他叹息一声 消耗过大 还是不如以前了呀 诸位 我们成功了 白石教的无面人上帝沉声说 是的 成功了 解决了乾坤道人 月神也莫名失踪 看来大地之上 如今终究该轮到我们的时代了 刷 刹那间三道血 月光一闪而过 神佛群体中 起码七八位没能及时避开 被当场扫落叶般砸在太渊岩壁上 然后是零线爆炸 被大片血雾包裹侵蚀 化为白雾 倒是没想到 你们又一次聚集到一块 如此也省得我好找 血雾弥漫间 众神右侧 一道新的五十米血色巨人 正浑身泥散着无数鲜血触须 将自己悬挂着 如同蜘蛛一般朝这里靠近 三情面色巨变 白石叫上帝往前飞出 手中权杖高举 无色透明的光 从他权杖顶端放射开来 照耀在靠近的张荣芳身上 同样的 类似的效果出现了 张荣芳的皮肤肌肉骨骼 都开始不断地分解融化 变成一团橡皮迷一样的 莫名物质掉落下去 其余神佛再一次冲上去 一群压制住张荣芳的剧烈挣扎 数分钟后 一切销声匿迹 张荣芳再次溶解身云 但血雾中 又有第三个五十米体型的 血色巨人浮现而出 把周身形成的血色触手 一下接一下 粘着在石壁上 发出清晰的巨像 还有 一群神佛此时早已损耗极多 虽然死后可以回到太虚重生恢复 但恢复也要看速度时间 眼下的张荣芳明显不可能等他们有时间复苏 三清沉声说 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诸位 上吧 其余诸神眼神中纷纷流露出决然之色 再一次超着那庞大的血色 十多分钟后 一切神威 禁术湮灭消散 已经被打断两条手臂的血色巨人 再度手臂一张 伤势禁术恢复 他狂暴地怒吼着 一斧接着一斧 批展在三清平台上 而此时 再没有任何神佛能够出现阻止 周围只有逐渐浓郁起来的无数红雾 远处 另一座残破的神佛平台上 张荣芳收回注视那边的视线 转身缓缓离去 就连神佛 也需要凡人的脑髓才能长存 而我现在 无论受到什么伤势 都会自动痊愈 飞快恢复 这样的无限再生 居然只是成为那三条分支中的先决条件 或许 那些传说中的永恒生物 真的存在 他心中闪动着无数的想法 纵身跳下平台 背部展开巨大福翼朝上飞去 巨大的福翼一下接着一下 飞速提升着高度 所过之处卷起无数的血色迷雾 他只是在无限地释放自己身体的精血 他之前就有一个猜测 如果伤势能无损耗的痊愈 那么是否他可以无限制地释放精血 然后利用这个能力迅速恢复呢 毕竟 失血也是受伤啊 此时此刻 正是测试之时 张荣芳飞速往上冲去 但很快他便感觉到 随着自己体内的血液自动恢复愈合 留在外界的精血所化血物 也自动消失一空 没有任何征兆 就像是被某种橡皮擦 凭空擦除 瞬间消散一空 而消散的同时 他体内的血液也自动恢复圆满状态 看来这种能力似乎是一种还原 而非真的无限制地愈合恢复 也就是说 他极有可能记录了我最初的健全状态 然后一旦出现问题 便完全还原到这个状态 他此时大概明白一点这其中的原理了 很快 一层隔膜瞬间被冲破 他再度进入第五层 从这里进入 位置正好处于 灵飞天神殿的另一端 但此时的这座蓝色水晶神殿 已经不再散发光芒 而是到处可见崩解 毁坏断裂的痕迹 属于神佛平台的地面 也开始出现一道道 粗细不定的裂纹 或许要不了多久 这里就会坠落下去 灵飞天所有力量积累都被带走了 再加上如今我在大地之上 消除一切神佛影响力 如今怕是没有办法 再继续稳定在第五层了 张荣芳心中判断了一下 没有意外 这从月神离开的那一刻起 便已是定局 他想了想 双翼震动了一下 冲入神殿 可惜里面四处是一片空荡 没有任何东西残留 神佛们似乎从不依赖外物 他们从头到尾都是依靠的自己 自己的躯体便是最强的武器 而交手这么多次来看 张荣芳已经大概了解到 神佛本身的武器其实就是神威 他们各式各样的真印术法 看似种类繁多 其实都是高浓度的神威 通过各种组合巧妙施展而出 毕竟神威结合意识情绪 武道境界 也能爆发出完全不同的威力 就如同同样的武者修行武功 练的都是一口气和精血 可威力就是天差地别 想明白这点 他振齿飞出神殿就不再回头 而是仰面朝着上方第四层冲去 月神走了 其余神主都在刚刚那一战中 被他损耗本体太多 就算能在太虚复苏 也不会有大地上的诸多力量支持 到时候恶性循环 注定只有坠入一望深渊的结局 一切算是大局已定 现在 他也该好好探索一下太渊的更高层 他就不信了 月神得到更强力量后 会没尝试过去探索更高层 而探索后他还执意要外出 或许真的有他的缘由 很快 一层白色云雾形成的墙体浮现在他的眼前 张荣芳没有迟疑 一头往上撞去 扑了一下 他一下仿佛进入了交质一般的世界 周围的一切都带着极大的阻力 让其每煽动一次服役都异常的费劲 很快 前方白烟一下空掉 成功进入第四层 第四层一片阴暗 头顶的光也比下方暗淡了不少 两侧岩壁上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交互区平台 一眼望去便能看到十几个 上次来还没注意 这里的天光居然暗淡了这么多 如果这天光当真是如月神所说 是神佛们对外界天光的期盼和希望 那么现在变暗是否代表着 他没有细想下去 也没有继续停留 而是继续往上 他这次想要试试 看能不能继续往上攀爬到这太渊的更高层 巨大的浮翼不断地震动 这种奇异的感觉 让张荣芳的心中生起了一丝异样 如果这云墙和阁膜 代表着区分实力强弱的界限 灵飞天和月神也才第五层 那这第四层第三层 又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东西 他想了想 退后数十米 然后猛然往上一头冲去 砰的一下 他狠狠撞得云墙往里凹陷了一圈 但自己也被弹了开来 晃了晃脑袋 张荣芳额头的鲜血自动止住 看来是胜不去了 他不打算以忠视冲上去 如果说忠视也只是勉强够上去的资格 那么他上去绝技也讨不了好 不如先在安全之地积累更多的力量 反正他的实力并非如神佛般 依靠普通人的脑髓来积攒 正当他打算转身往下时 护的周围诸多的交互区平台中 稀稀疏疏地发出细微的响声 什么声音 张荣芳身形一顿 环顾四周 目光不断在一处处的交互区之间跳动 身边的声音随着他这一顿 似乎又安静下来 但两秒后 一道白影从一处交互区平台上爆射而出 朝着他笔直飞来 白影身形半透明 称人形 面容扭曲无法看清 其体内隐隐有一道宛如容颜般的细长线条 在不断闪耀着微光 如果是之前没有探索过那些平台的张荣芳 或许无法看出这白影的身份 但此时他一眼便认出 这白影身上的模糊制服 就是那些平台内的干尸所穿 白影速度极快 但对他而言也就是第四层的水准 无论是阻拦还是反攻 都有足够的余侠考虑 雪木 呼的一片血雾在张荣芳的身前自动凝聚 形成宛如红玉般的水晶墙体 随着他对鲜血操纵的运用越来越熟练 以前很多无法做到的动作 现在也能低 那道白影狠狠地撞在血木上 头部瞬间溃散 紧接着是身体 其身体内那条熔岩般的红线 没了阻拦 正面刺在了血木上 血木竟然被刺穿了大半 那道熔岩红线才被侵蚀消散 张荣芳眼神一鸣 看向其余的平台 果然周围的所有平台上全都出现了那种一道道的半透明人形虚影 他们身体扭曲着飞舞着 循着不规则的弧线 纷纷朝他这里汇聚涌来 血壳 张荣芳双臂张开 无数鲜血从其身上坠落而下 血水化为血雾 瞬间弥漫到四周 就算没有天地精气辅助 他如今的生命属性也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 此时精血化为血雾 顷刻间便将方圆200米的空间完全笼罩 为了达到效果最强 他还将血雾的浓度提升到最大 而不是无脑的随便扩张 密密麻麻的白色虚影 疯狂地冲入鲜血云雾 他们冲入了一段距离 便开始浑身溃散消失 等抵达张荣芳所在位置时 已经彻底消散一空 时间缓缓流逝 约末十多分钟后 周围慢慢安静下来 张荣芳心念一动 撤消血雾 环顾四周 刚才所有的白色虚影 全束在对抗中消灭一空 这些虚影的力量 就像是一大堆拥有神主一击之力的消耗品 解决这些家伙给他的感觉 消耗居然和解决之前的诛神区别不大 但这里是第四层 不可能真的和第六层一样 所以 他目光瞬间一凝 锁定身侧一道飞速接近的黑影 那黑影背后和他一样有着宽大的羽翼 但不是红色 而是黑色 随着距离靠近 黑影渐渐露出外形 他四肢是人形 但面部只有一张巨大的圆形口气 其胸膛正中镶嵌着一颗紫红色的猙獰树桶 随着对方不断地靠近 一股让人极其不适的压抑感不断地涌上心头 张荣芳的眉头微醋紧盯着对方 他用索文率先开口 你是谁 对方身形一顿 似乎愣了一下 随即其占据了整个面部的大嘴 骤然一脸 猛地朝张荣芳冲来 这人大笑着 发出癫狂的吼叫 还有活的 还有活的 一辱之灵 容武魔供 他身影骤然分化出数十道 同时从不同方向扑向张荣芳 无法交流吗 张荣芳身前自动浮现无数的血水 凝成血墙 天幕外 天色阴暗 云层密集 黑暗崎岖的广袤泥地上 一个浑身月白色长袍的高大男子 正缓缓一步步顺着路面前行 路面模糊不清 若不仔细看 根本无法识别 那曾经是一条修建完整的宽阔车道 男子不断地往前 走出一段路后 又抬头去看天色 他低声喃喃着 希望云层不要再散了 天空的黑云依旧云集 越来越密 没有消散 但正前方也模模糊糊地靠近一道黑色影子 那是一道有着黑色双翼的强壮人形 其面部只有一张巨口 眼睛巨大 长在胸膛正中 宛如紫色晶体 火灵 火灵 人形大叫着宛如野兽 路边两侧都是连绵起伏的漆黑丘陵 没有树木 光秃秃的全是泥土和黑石 根本不知道这人形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月白长袍男子神色一礼 又来了 他是月神 也是才从自己的交汇区出来 携带了灵飞天积累所有力量的最强神佛 一开始出来时 他心情异常地欣喜 但随着感受到的环境的恶劣 以及根本看不到火口的这片大地 他心中的血气慢慢沉下来 他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真的回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世界 不过世界极大 或许我只是碰巧出现在一个荒凉无人烟的地方 月神这么想着 开始四处寻找人类的痕迹 很快便找到了一条 不知道多久以前残留的道路痕迹 于是便开始寻着道路往前 道路连接着城镇 只要寻着一条路走 那就一定能找到人类活动的聚集地 而眼前这种怪物 他已经遇到不止一次了 这里这种怪物简直到处都是 每隔一小会儿便会遇到三五个 最麻烦的还不是这个 而是 月神抬起手 体内庞大的神威力量不断地涌动 但就是释放不出来 只能作为增强自身使用 而且 这里完全没有什么大宗师的事 他能分裂出悦德文 自己自然也是五道灯林极点的大宗师 对于事一道了解非常的透彻 但此时此刻 他能体会到 自己的事发散出去 对对方根本就毫无作用 而且 似乎不是对方的问题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测试了 但月神还是不由得心头一沉 事的存在是神威的基础 两者都是源自意识发展出来的 无形精神攻击 但这种精神攻击 似乎在此时没了用处 没了事 没了神威增幅 他唯一能依靠的 便是自己的五道境界 和这具身体的全方位素质 杀 那黑翼人形猛扑上来 速度极快 眨眼并跨越数十米 扑到身前 其右手张开 五指弹出道道紫色尖锐刀刃 闪电般朝着月神一抓 刷的一下 紫光一闪 月神往后差着毫离退出一步 精准地避开这一击 这便是大宗师的御敌仙机 他之前和这种怪物交手时 已经采集了其大概的行动规律 出手习惯 招式连贯轨迹的 那怪物人形狂躁怒吼着 竟无法抓到对方 顿时更加的愤怒 疯狂挥动双手 带出一道道紫色爪痕 但无论他如何癫狂 都无法触碰到月神一点 定 呼的 月神手中多出一把短棍 闪电地往前一刺 这一次正好是在那怪物人形 躲闪不及的空档处 也正好点在了其胸膛的紫色眼睛上 砰的一下 紫色树桶一片炸裂 怪物人形亮枪后退两步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再也没了声息 月神站在原地 看着手里冒出黑烟 已经开始慢慢扭曲溶解的黑色短棍 随手将其丢掉 这是他刚才随手在路边捡到的 防备的就是此时这种情况 那怪物人形倒在地上之后 没了动静 便一直停留在那 不像神佛会自动爆炸 化为无数的零线 很显然 这是一种没有脱离实际身体的生物 这个地方 真的是我父亲当初的故乡吗 月神抬头望着远处 看着那看不到尽头的模糊视线 心中呼得生起一丝怀疑 但多年的心性魔力 让他坚如磐石 当即继续往前赶路 就算不能运用神威和事 实力削减大半 他也还有一身恐怖的零线在 还有五道灯灵顶点的境界和手段 只是一个新的疑惑 在此时的月神心中 如果在天幕外这个世界中 神佛的神威和事 都不能有实际的杀伤力 那么为什么在天幕内 还要大力发展这方面 他在掠夺灵飞天积累时 是仔细查看过这个系统的设定的 灵飞天控制着一大批的地母神和天神 这些神奇 大部分都已经陷入了疯癫 遗忘自我的状态 就如张荣芳身上的月女和血神类似 但是也有不少是依旧清醒的 他们被整个灵飞天系统 源源不断地暗中吸收着力量 在明神路的约束下 灵飞天自有一套完整的惩戒系统 不允许任何神奇胆敢脱逃 而在外 神奇们只会感觉到 灵飞天高高在上冷酷无情 三圣巨头实力强大无比 带天寻世 所以说 灵飞天系统的目的 从一开始 便是积累收集大量的神佛神威 可现在月神忽然发现 神威在外面不能用 那么灵飞天收起那么多年神威又有何意义呢 难道是以前的先驱者们都错了吗 月神心中不解 太渊 张荣芳皱眉凝视着面前被打出各种凸起的血墙 外面那道怪异人形 依旧在以极高速度冲来冲去 似乎没有章法 但一道道残影幻象之间 却隐隐有着某种更加隐晦的恶意 这种恶意不是源自对方的攻击 张荣芳眉头紧促起来 他如今的境界本能已经到了极高的层次 稍有不对 马上便能察觉一二 此时明明他轻而易举便将对方格挡在外 可是 呼得张荣芳目光一凝打开属性栏 属性栏下方 一行属于直觉警示的位置 正缓缓开始闪烁微光 直觉警示 某种深沉的恶意 正在不断侵蚀你的意识 恶意 张荣芳呼得心念一动 之前格挡过对方攻击的血墙 顿时散开循环到他眼前的位置 只见被打击过的那些部位 全部都呈现出一种细微的紫色 他单独将这些紫色血液分离出来 发现这部分血液已经没办法进行操控 其中的血液细胞已经完全失去活性了 这种东西 张荣芳伸手一抓 无数血水在他身侧形成一只血色大手 猛地往对方抓去 杀 那怪异人形双臂张开 胸膛的紫色树桶猛地明亮起来 对着张荣芳抱射而来 紫色光束穿透血手 威力远超之前的幻影攻势 郑重张荣芳手臂皮肤 一阵细微的痛觉传来 他抬手看了看 自己手上的血肉居然少了一小块 且这一小块伤口还在飞快地朝其他地方蔓延扩散 控制着伤口血肉自动地隔离飞出 张荣芳眉头紧簇 这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看着这团伤口血肉迅速化为紫色 并且还散发出浓郁的不适 他思索了一下 看着还在血手之间不断闪避 试图朝这里攻过来的怪异人形 血河 大片血河全涌而出 化为无数血色尖刺 雨点般朝对方暴射出去 在一秒数百根血刺的射击下 只是短短几秒 那道怪异人形接连被刺穿躯干 终于无力飞舞往下坠去 轰的一下 猛然间 他全身化为一轮紫色小太阳 彻底爆炸 耀眼的光朝着四面八方辐射开来 只是看一眼 张荣方便感觉眼珠刺痛迅速升起血沐挡住自己 不多时 紫光消散 一切归于平静 他才放下血沐环顾四周 看来是结束了 那道怪异人形消失了 悬浮在半空中 张荣方神色凛然 看着直觉警示中慢慢消失的提示 还有他变成紫色的那部分血液 这些血液似乎从那紫光爆炸后便开始自行 流动扩张 仿佛想要振脱束缚 这种现象完全脱离了他的鲜血控制能力 这到底是什么 这是恶灵 呼的一个声音从远处传入他的耳中 谁 张荣方目光朝着那边看去 一个已经忘记自己叫什么的老头子 朦胧光线中 一个浑身穿着灰布长衣 头发胡须乱糟糟 拖到脚背的脏老头 慢悠悠地从一侧岩壁爬过来 他侧身挂在岩壁上 手指脚趾都远比一般人细长 能够很容易地抓住岩壁 很久没见过有谁来这里了 你好啊 莫舍的年轻人 老头老鼠一样的眼珠 从浓密的头发眉毛间透出来 张荣方沉声问 你知道刚刚那个是什么 老头笑着说 自然知道 那东西在外面很常见 既名为恶灵居 恶灵居 老头感叹 说起来这片交互区 如今也已经沦为鬼域了 只剩下最后的一点残存时光 这是什么意思 张荣方心头微动 面上不动声色 老头回答 天幕开始收缩了 这意味着内循环快要无法继续了 当然也可能是外面的天光更严重了 反正我记得我那时候进来时 天光还没这么厉害 现在 张荣方直接问 之前有个月神想要离开天幕外出探索 你见过吗 老头笑了笑 见过 还和他说过话 他说自己想要回故乡 我说外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片毁灭荒凉的世界 他不信 张荣方皱眉 你之前还说很久没见到谁来过这里 那是我说着玩的 老头笑起来 他的所闻很不标准 口音也有些模糊不清 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 张荣方沉默了一下 虽然感觉对方不靠谱 但还是问出来这个问题 我不是说了吗 毁了 一切都毁了 所有人都躲进了江湖区 苟延残喘 老头举起一只手 只靠单手猛地往岩壁里一刺 便刺出了一个坑洞 挂住了自己的身体 他的身体强度似乎很高 这个动作做起来极为轻松 也同时让张荣 老头和蔼地安慰 别害怕 其实我只是个很弱的老人家 已经没几年可活了 现在 那一循环不足 想出去也能理解 只是 你能冲到这一层 倒是让人出乎预料了 至于更上层 他顿了顿 那里已经失效了 你不用去了 什么叫失效了 老头回答 就是没用了 失联了 这片太原本就是供各大交互去联系 交换意识情报知识 武道所用 三二一层已经没办法联系上了 自然也就开不了了 去不了了 张荣芳再度问 那么你呢 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你吃什么 老头再度笑起来 我不吃不喝 也不会死 至于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那是因为 我出去 会死 张荣芳猝眉 会死 你以为 外面还能让你像刚才那样 随意施展各种竖法吗 不可能的 老头大笑 想想你也该清楚 世界上怎么可能这么容易 就能用意识去动物质 你一个正常人 哪怕用尽全力 对着一根秀华尘瞪眼睛 等上一天 也没办法用一年 让他挪动分毫 张荣芳微微默然 看着这老头 继续自顾自地说着话 年轻人 有些话 我对之前那家伙都没说 这里也就给你提点一些 刚才那样的神佛能力 只是为了在交互区内 能将意识精神锤炼到极致 所产生的自然具现效果 我们的身体 无法承受越来越严重的天光 但如果换个身体呢 是不是说不定就可以了 老头笑呵呵地说 于是交互区便开始建立了 于是刹那塔便开始建立了 最强的精神 最强的身躯结合起来 一定能离开那无尽的天光 话语声渐渐低沉 老头细小的眼珠越发地明亮 张荣芳还想问什么 但那老头的身体却缓缓地 自动变得半透明 就这么直接消失在他的眼前 纯粹的意识体吗 他眉头紧锁 如果说神佛是意识体 结合灵线组成的存在 那么刚才那老头 作为纯粹意识体的话 能够不吃不喝 还能凭空在他面前消失 这些也都能理解了 玄浮在半空思索了一下 张荣芳不再停留 今日得到的线索足够多了 该回去消化一下 他双翼一阵 往下俯冲而去 新历元年三月 大陵恢复稳定 各地动乱平息 各大教派残存势力 在白石教船队的护持下 逃往西翼 张荣芳亲自带队 率仁仙冠天资院高手 远赴海外 搜寻魂佛遗迹 且剿灭最后的残余势力 西翼国 参差不齐的翼国顶尖房屋 顺着海滨的山坡 一路往上蔓延 彩色的砖瓦 黄白蓝的小花 操着一口听不懂的 流利本地西翼语的 大肚子大妈 咬着烟斗 瘫坐在堂椅上 休息的肥胖大爷 这里是西翼最大的港口 墨西比斯 负责巡逻的王国守备军士兵 在海滩边一边吃着烧烤肉串 一边大大咧咧地讨论着 昨晚篝火杂技里的哪个妞身材更辣 渔民船和军舰战船分居一角 船上不时有细小人员来回走动上下 此时天色明朗 阳光柔和 海鸥振翅翱翔 不断地发出怪叫 呼的一阵细微的震动声 从远处蔚蓝色的海平线传来 那声音极其有节奏 且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什么东西 海鹰吗 好像朝我们这里来了呀 海港的人们纷纷疑惑寻声望去 入目之处 蓝色海面上方 正有一道黑红小点 急速朝着这里靠近 随着距离接近 小点的体积也飞快地放大 直到普通人眼力 也能看清其轮廓时 整个港口绝大多数的人都呆住了 就算一些没注意到的人 也被看到的同伴拍打起身 看到了那道飞快接近的身影 那是一个长着巨大福意的 黑发红袍男子 他飞翔在天空中 正笔直朝着这边俯冲下来 呼呼的有节奏的声响 那赫然是黑红人形背后 不断煽动的巨大福意声 他每煽动一次福意 便会发出巨大的鼓动气流的风声 福意和海风相碰撞 平日里一向嚣张强悍的海风 此时也在这人的面前乖乖折服 终于 福意人带起一片尖叫声 从港口的上方一冲而过 穿过大片城区 笔直朝着内陆冲去 很快 他减速停在一座 装饰华丽的白色十字教堂上方 神佛已经不敢再露面 世间再没有谁能够阻挡他 张荣芳略微感慨地说 若不是手下伪装身份调查 我还真不大可能会查到 魂佛的神殿原址 原来会在这里 一座白石教神殿教堂的正下方 白林赞同地说 看看能有什么收获吧 最近他总有种感觉 感觉张荣芳可能再过不了多久 就会忽然消失一半 这种感觉来得相当的莫名 但他对此深信不疑 以至于现在开始悄悄观察起来 呼的 几只瘦小的箭矢 打在张荣芳身旁引燃的血雾上 看似单薄的血雾 其实浓度提升了不少 挡住这种软绵无力的箭矢 简直轻而易举 箭矢被弹开掉落下去 张荣芳也懒得废话 两点子弹般的血水反弹回去 然后他双臂一张 无数鲜血从其脚下空地凭空涌出 冲入这座看似古老精致 实则已经是空壳的白石教神殿 血水宛如触须 从门窗冲破阻碍涌入内部 很快 在周围居民的惊恐叫声中 整个教堂缓缓歪斜 从内到外都染上了一层血色 轰隆一声闷响 教堂垮塌 被内部的血水摧毁成一片废墟 张荣芳身行不动 缓缓下落 站到地面 身后浮衣收拢融入长袍 他一步步地往前 朝着教堂废墟的中心走去 其所过之处 所有血水自动分散 露出干净的地面 血水不光摧毁教堂 还顺带打扫了这里的卫生 在地下 他单手一抬 地面裂开一个大洞 露出下方一条 不知道多深的台阶 台阶深处涌出 一股股腐朽的臭味霉味 无数血水自动涌入 很快便将台阶地面墙壁 全部覆盖了一层血膜 张荣芳缓步走进其中 很快便又拿着一卷 黑色卷轴出来 那卷轴上绣着一座 没有头的莲花座佛陀 就在原地 他展开